今天早上在中期孫表述 顶比公園因為長四季都著行李棟 算猶豫的時候 今年被掛上記憶一案 剛才這期破案關正的鑑識期 目前全期五百三著公園 就一百四十五季免現不久 甚至一步檢查鑑木橋 替公園導播公共以外陷 來保障民眾安全 想要申請一些國賠 那國賠的時間還要一段時間 還要勞力、苦力等等 要牽涉到責任 對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市府能投保一些 投保公園公共意外險 其實這樣可以節省了很多的時間 也給我們民眾一些小小的保障 第一個部分加強安全設施 第二個如果在裡面發生意外的話 我們思考看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來做會比較 對於在使用公共設施的人會比較好 議員進一步要求市府加強社會安全 同時檢查台南的所困難貼 進行幾個月不同看得到吃不到 受疫情影響很嚴重 也影響了一些的生意 其實大家都說 這比去年三級警戒還可怕 對很多行業都影響很大 然後希望我們的市府可以重視我們的紓困 市長在這一方面 像我們的市場這一方面 有沒有辦法可以更多的補助呢 包括租用室友的財產 譬如說他租室友的土地開個小咖啡店 但是因為最近這幾個月 這個收入不好 我們都有降租 預計我們降的租金減的稅金 大概將近1億5千萬左右 這樣30%為期三個月 這樣子我剛剛提到 這樣就已經1億多了 那有沒有辦法再幫忙 像別的先生你看都減租金減收了50%了 我們來想想看他有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再加碼再加碼 但是我只是跟你們說我們要趕快 因為我們是降五六七嘛 這樣我們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增加時間 第二個增加幅度 但是增加時間跟增加幅度 這部分我們都會來思考 因為中南部已經七少年少 所以以外也關心 但是沒有錢繼續減停實體上課 各種以後20個到24個 以外為其刷店客廳 其中強調尊重好好跟各種以外 如果各種沒辦法地出來照顧 也許可以送去好好上課 再來新聞 顧恩吉林庚彩虹我的 然後他也 然後他也 以外報到